台灣有華孕的媽媽在討論區發問大慎 她日前在華孕十一週時確診,然而康復 但老爺奶奶和老公質疑腹中的胎兒 會因為她確診和食藥治療受到影響 會變得不健康,因此希望她墮胎 鐵紋引起熱意,有網民指出 確診的藥不是會配孕婦可以吃的嗎? 都有網民勸應該先做詳細檢查再做決定,不要胡亂墮胎 有網民說,如果擔心孩子發展有問題 可以之後做高層次或洋村確認有沒有異常 小心命好不容易來到,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更有網民問樓主,確定要和母老家庭一起一杯子嗎?